好了各位 现在的时间是20点39分 那今天是2017年的7月27日 星期四 这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 8点到10点之间准时开落 那么今天的节目是 比预计的要早了一分钟的时间 原来预计是在20点40开播 但是今天提前了一分钟 这是经过竭尽全力的努力之后 才终于做到的 也是怪不容易的 那么一上来我就看到 有许多网友在询问说 小姐姐呢 对吧 今天是哪位小姐姐啊 等等等等 那看到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了吧 今天 今天只有我自己 对和我们家的这个爱犬 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所以呢 如果是奔着小姐姐来的 有人在询问 可可嘉呢 可可嘉在她的房间 对 小倩还没有下班 然后空姐在飞航班 所以这个我今天想自己做节目 谢谢不忍窥视太轻松的考鱼 而且也是因为今天呢 其实这期节目里边有些话题 你知道可可嘉倒是在这儿 可是一小女孩 对吧 有的话题呢 我觉得好像 别说少而不宜 成人都不是很宜 对 所以就是算算 先暂且放一边 好吧 所以今天呢 如果有些朋友是奔着小姐姐来的 恐怕你们会失望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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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表示歉意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不是每期节目都必须得有小姐姐出现的 你们说 没错吧 OK 那么今天呢 依然给大家准备了精彩丰富的话题 有人说 难道说今天要我讲黄段子吗 喂 搞清楚 我这个人 身为大学老师的我 那一向是严格要求自己 我怎么可以讲黄段子呢 对吧 我们就说说今天那个 到底要关注哪些话题吧 首先呢 是 就是要继续昨天那个话题说完 记不得 在昨天的节目之中 我说到啊 就说巴西圣保罗青年队 然后跑到内蒙古呢 参加比赛 然后狂胜内蒙古的球队 一场是30比0 第二场打了29比0 一共打了是59比0 这个事情呢 简直只能用惨案来形容 对啊 但是呢 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在在乎 因为那个 据说迎战巴西圣保罗的是 两支中学生队 内蒙古的中学生队 事实可以证明呢 巴西的年轻人还是提的很认真 非常的敬业 一分钟都不放松 能进多少进多少 这个还是非常客气的 我今天是要讲到的是 与足球有关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目前我们的中国足球呢 这不是不断的遭到质疑吗 最新的质疑来自于 说是韩国方面 7月25日有媒体报道说 说现在这个韩国媒体呢 非常担心啊 说韩国队会不会遭到中国队的淘汰 那就是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之中 如果乌兹贝克队击败了中国队 那么在总分上就会超过韩国队 很有可能导致韩国队无援世界杯 所以现在韩国媒体呢 纷纷的喊话 隔空喊话 就是要求中国队你们要好好听 你们不能故意输给乌兹贝克子坦啊 对啊 你们如果要是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好像韩国方面有一个态度 就是说他们要起诉告到国际足联 对能够要把中国队给停赛啊 我好吓人啊 韩国人想不到这么的为我们着想啊 国足虽然在之前呢 是把韩国队斩落马下 但是由于后来又输给了伊朗 所以本次世界杯出现的可能性 其实是非常低的 有趣的是 居然这次韩国队是否能够出现 有可能是握在中国队的手里 这个是真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大好局面 在多年的孔寒症之后终于出现了 是吧 韩国队要看中国队的脸色的这种 这种很好的局面 不知道在线的各位网友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吧 你们觉得中国队究竟应该怎么踢呢 有人讲到说乌兹贝克斯坦国足 还真的是踢不过 跟有人讲到说 其实我们是凭实力输的 我觉得这个网友呢 说的蛮好的 说的是很有道理 就是就是就是韩国这个 这个国足这么专注的 踢了这么多年 就最后你非说我们什么事 是故意输 这个有点过分啊 那我们中国队 中国足球 每次输球不是认真的 我们一直是在用实力输球啊 所以有人形容说 就说放眼国际足坛 巴西队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巴西队 德国队也不是昔日的德国队 真正的足球强队 你要知道在世界足坛上 他必须保持非常稳定的水平 发挥和状态 放眼国际足坛 能做到这点呢 说真的 只有咱们中国队 对啊 就是今天的中国队 其实它还是当年的中国队 纵观全球 哪只球队能够像中国队这样 对吧 这么的稳定呢 可以说不是每一种牛奶 都叫做特伦苏 也不是每只球队都叫做特能苏 中国足球队专注输球 三十年 每逢佳节 必以添堵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我们不进球 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这个呢就是 对吧 我们满怀信心的展望 国足的接下来的比赛 所以韩国人不要想了 对吧 我们倒想故意输 能故意的了吗 乌兹别克斯坦 是你能够故意输 输给他的球队吗 刚刚进来的 许多的网友还在这里 不断的询问说 小姐姐在哪里 小姐姐今天不在 OK 那今天只有小白老师一个人 我的学生也已经看到了 对啊 就是空姐飞航班 空姐的妹妹 在她自己的房间 你不能老让小女孩来听一些莫名其妙的成人的话题吧 谢谢霞王盖孽 送的竹子 谢谢 然后呢 其实今天我跟大家畅聊 畅聊一番 对吧 其实可以更放松一些 话题的尺度可以更大一些 你再比如说说这个 说国足 女生根本也听不懂 所以小姐姐小姐姐就不要来了 终于看到本人了 这话说的 你就算看重播 你看到的也是本人 这才对啊 好了 韩国呢 我们就暂且说到这里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放松的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队怎么踢都没事 赢了 那真是意外之喜 输了 嘿嘿嘿 你想到韩国媒体那个嘴里 我们就觉得其实蛮开心的 现在时间是20点46分 各位等待收看的依然是由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小白合作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234的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准时开播 欢迎大家点击我们节目的右上角来关注一下 或者也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临终白狼 谢谢普罗米修斯 他这一送就是520个主子 所以1234563000多个主子 厉害 很好 谢谢 小姐姐可以看直播 可能还是有他自己的事吧 好了 那个我要把昨天的话题 就是所有的漏洞的全都要补足 补足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 昨天我说到一个人 这个人呢是参加了超级演说家 还得了一个全国季军 他的名字叫做许豪杰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 我说到这个人貌似被网友揭发 说他疑似是个什么呢 是个恋童癖啊 这个这个蛮吓人的 就就就是此人 对 说说他有很多的 尤其在他微博他关注的一些东西啊什么 都是一些什么瞄准了小男孩的一些东西 那在地铁上有个小男孩走光了 结果呢 这位许豪杰在这好凉快啊 看得怪叔叔有点热 他自称的叫做怪叔叔 反正总之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其实在昨天节目中说到呢 说此人是疑似恋童癖 但是涉及到恋童癖的时候 整个社会应该采取特别严格的 严厉的态度 真的 就得有点那个 哪怕宁可错杀三千 不能放走一个的那样的态度 才可以 对所以呢 这个许豪杰也巧了 昨天我做完节目之后呢 我就看到网上放出了 对于他的这个视频采访 我看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真的是一个 什么什么所谓的恋童癖吗 我有很多包括在微博上的一些言论 我至今看 我觉得有点低俗 不是那么的雅 我对我之前所有的言论 我都表示 那是我的不当言论 我在这里 我是道歉的 他之前发的那个节图里面 包括有 所谓的买卖原味 买卖 视频这个 这个是准备的 我承认这可能是我的一个 比较 一俗的一个恶趣味 如果当天 豆瓣上爆出的那个标题是 怎么都没想到 我喜欢的网红大V段子球 许豪杰竟然是个正台控 这根本就称不上是一个新门 这被灌上了 恋童屁这个标签 扣上了这个帽子之后 无论我现在是说正台控也好 儿童摄影也好 还是亲子类的综艺节目也好 所有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是恋童屁的指控 没有对象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比较 我也没有想去推广 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够客 所有的相关的证据 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叫做公安机关 全部去调查 我在这里不方便说 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我觉得我相关的证据 我全部交到公安部 包括法院 我希望由公安机关来调查 所有的东西让司法来证据 不是我自己在这里 我现在说什么都不错 我这个网站是在公讯部 实名注册完全合法的 其实是在我之前就被关掉 我之前是自己主动的就关掉了 我之前确实有关注 很多儿童摄影类的东西 包括我朋友开设的儿童工作室 包括模特经纪 模特妈妈的东西 然后系统有的时候 会给你推荐很多 像你可能感兴趣的 你可能推荐的 我只是看了一个头像 我没有 我确实我关注了两千多个账号 我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示范 去把这两千个账号 全部去检索一遍 它里面有没有发违规的东西 但是他们发的 我平时刷微博 确实没有看到 有什么违规的东西 我知道这个地铁里 一个小男孩在那张照片 是一个博主发出来 我做了一个转发 并且我当时的言论很低俗 我这些证据 我们全部交给公安机关去处理了 我不 你觉得IP地址是我呢 我不知道 我交给公安机关去处理 有些都是他说注册的 我根本就没有注册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这个数字 去处理该 相关的证据 伪造的证据 我可以说里面一定有伪造的证据 我们全部交给公安机关 其实是有这一部分原因 我不是卧底 我之前只是看到这些网站 我从2010年举报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就会进行一个举报 我在2010年至今已经举报过 近十家儿童色情网站 并且在2011年 获得了公安部的举报奖励 就当中有举报的 现金奖励的一个流水 包括官网上 公安部第十一局的一个公事 影响其实很大 在生活上的话 我的微博上遭到了很多谩骂 攻击 甚至是人生的威胁 那在我的工作上 本来我是一直拍短视频的 但是发生的这件事 我不知道 以后还有没有 智慧和勇气 再去做这样的事 我跟很多网友 其实一样 了解这个群体 都是通过 熔炉 复原这两部电影 我也对里面 受害者的遭遇 觉得很揪心 但是我现在 即使我现在说 我很憎恨面 统席这个群体 网友都会觉得我在演示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的 这个就是对于这个 许豪杰最新的一个视频采访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对此人的判断如何 你们相信他的这个变白吗 李皇上说 他举报的就是打击同行 还有人询问 这个小孩子有什么好看 这个就是 就是要么怎么说 他们是变态的 就是我们觉得不能理解 一个小男孩还是 对 然后去 简直 看一下大家的这个 好吧 我们稍微再调查一下 就说 相信 这个此人的 变白的 觉得他 对吧 其实 那个可能是冤枉的 可以打人一 然后觉得他 就是个恋同批的 不如打二 因为 因为这个事情 还蛮严重的 我其实希望 通过我们的节目 也呼吁更多人 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许多人意识不到 世界上还有这么 这么一种人 又有人在这里询问说 小姐姐怎么变成哈士奇了 小姐姐 今天都有事 都忙 好吧 今天的节目是我自己上 OK 二二二二二 一 有人是相信他的 二二二 还是有很多人表示 不能相信 这视频简直了 OK 他有病 自己意识不到 好像还是更多的朋友 对这位许豪杰 采取的是不信任的态度 反正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人有给人一种 小蛇如黄的感觉 也真是 难怪能够参加什么 演说家比赛 还能够得个名次之类的 可问题是 这个态度上是有问题 是不真诚的 就是涉及到什么 恋童癖之类的事情 全社会都应该穷追猛打 不要怕误伤无辜 但是这样 因为孩子最重要了 你怎么保护孩子 我们接下来看 另外一个视频 这是国外 有人拍摄的一个 真实的视频 就是来测试恋童癖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他们真的是 变态的 有毛病的 而且是 极端恐怖的 这样一类人 就是必须全社会 对他们提高警惕 这事儿没有什么好 好商量的 What's up guys I'm Parker and this is Luxury Pranks So we're here with Amy and she created a fake Twitter profile saying she was 14 Immediately tons of older men contacted her through her DMs and we invited one over to this hotel room Today we're trying to expose a child predator Alright so we're waiting in the bathroom for him to get here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Hello? Are you Amy? Yeah Get over it Get over it Get over it As you can see 当似乎是 变态野兽 以前没有说过 他在七岁的时候 就曾经遭到过性侵犯 Ok 像前不久 刚刚那个选择 结束自己生命的 林肯公园乐队的主唱 对吧 贝尼顿 他也是在他七岁的时候 曾经遭到性侵 所以你说 明白了吧 就是说这个问题 其实 哎呦我的天 这世界真的是 越来越复杂了 好吧 现在的时间是20点57分 各位正在说话 依然是小白老师 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作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 每周二三四晚上八点 到十点之间准时播出 今天的节目呢 是在二十点三十九分开播的 那么今天节目呢 陪伴我的是 我们家的两只爱犬 那大家所期待的小姐姐 有的在加班 有的在飞航班 还有一位呢 在她的房间里面 在听音乐啊 等等等等 我就不愿意去打扰了 所以今天晚上 就是我陪伴大家 所以如果你来 只是为了看小姐姐 我能理解 就是如果你选择离开 我怎么样 但没关系 可以下周来 那但是今天 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有趣的话题 好了 这里一位朋友说到 你以为中国性情少吗 我以前以为少 我现在想法变了 就包括上次我讲到 就什么北京地铁的 那个色狼 什么顶足 就就就在我们的身边啊 你知道 但是可能我们就没有意识到 所以 为了保护孩子 是吧 这个就是怎么样的采取措施 都不过分 OK 好了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一个话题 叮 就在昨天网上热传一段视频 说的是啊 河北邯郸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播 然后在工作中突然 遭遇了这个心肌梗塞 结果呢 不幸去世 年仅26岁 哎呦 我传的满天都是到 都都在传 还有人专门发给我 说小白呀 你肯要注意 你看千万别太辛苦了 一下子就过去了 怎么怎么的 怎么怎么的 对 但问题是呢 据我所知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个谣传了 就当时呢 是邯郸电视台 在搞一个最美邯郸人的发布 对 这么一个活动 那蓝姻妇呢 这个就是 他们的一个女主播 是吧 然后说着说说话吧 突然间 女主播呢 就仰面 就昏倒了 然后就被传成 说她什么心肌梗死 就就就就死了之类的 但事实上 人家没有死 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 对呀 所以那个 这个这个事情呢 也请大家不要再 讹传讹 对 人家好好的 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被给传死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时现场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来回答 主持人这个问题 首先大家好 我是来自 来自和布洪大学的 在校学生 欢迎 画面中的这一幕 出现在7月26日 恒丹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最美邯丹人 发布厅活动上 一名女主持人 在主持台上突然倒地 倒地瞬间 表情僵硬 脸眼分白 看上去像是突发疾病 网上有爆料者称 恒丹电视台新闻主播 工作中突语心梗 年仅26岁 一时间谣言四起 据悉 晕倒的主持人 系邯丹广播电视台 邯丹新闻张某 事发后立马被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目前已恢复意识 并无大碍 邯丹音乐广播 官方微博 7月26日深夜 发布消息 表示 对于网络上 谣传邯丹电视台 新闻主播 工作中突语心梗去世 这条消息进行辟谣 并表示 拒绝网络传言 拒绝网络暴力 这个就是所谓的 邯丹电视台的女主播 然后突然间心梗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传的是够吓人的 不过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个画面 也是真的是蛮 惊悚的 就是好像突然之间 我要说的是 因为我知道 应该会有一些 我的学生 在收看我的这档节目 我也特别要提醒 各位同学 将来如果从事这个行业 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 对吧 其实会出些问题 据我所知 这位女主播 之前她曾经就被急救过一次 恕我直言 她应该好好地 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而且做一个 全面的身体检查 我甚至觉得 就是暂时把工作停下来 甚至不做这个工作 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其实以前 我曾经有过一个学生 对啊 就是好好的 对吧 突然之间发病 送到医院 我才知道 她其实是有癫痫 对啊 这种病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有这种病的话 那么做我这行 比如做我播音院主持人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 因为 因为你说不准 你在什么时候 正在直播的时候 或者正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会突然之间失控 所以呢 这也说到就是什么行业 外表光鲜 其实做起来都不容易 真是不太容易 而邯郸的这位女主播 让我格外觉得心疼的原因 在上周的大课上 我给我的学生就讲到 就是事实上 目前我们国家的传统媒体 广播电视行业 正在面临着断崖式的 或者叫做坠崖式的 这种下滑下坠 对 所以这个 倒下的女主播 她其实某种意义上 就是我们 正在坍塌的 广电行业的一个缩影 就 其实就是 有这种 好吧 那 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传谣言 人家活得好好的 对啊 这个 停止谣言 反对网络暴力 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邯郸电视台的女主播 对吧 仰面倒下 因为这个事情呢 确实还是足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对 很多人转发呢 我也能够理解 不过呢 许多人转的时候吧 就 就等于 太写实了 就人家摔倒啊 包括走光 露出那个 红色内裤啊 什么全都给展现出来 这个就有点 你稍微处理一下吧 对吧 人家毕竟是个 女生 女孩子 是不是咱们可能可以用更友好的方式来报道这件事情呢 这是我一看吧 我建议这个邯郸台的女主播呢可以考虑一下赶紧休息 放长假 出去那个 我想想 可以出去旅行一下 对 行了 你们赢了 红色的 别别老这个 小白看过了 关注点不是那 好吗 天哪 你这行行行行 我们说得别的 说说关于旅行的话题好不好 那你看了 小白起码看了十几遍 不是 就是说 我都没法说 就是说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 我觉得其实更让我那什么的 就是说他那个 那个女生啊 他当时突然间 眼睛一直的那个样子吧 实在是有点像 我没法形容 其实我是有点被惊到了 对 好了 这个我们就接受这位网友建议 直接跳过 好吧 直接跳过 每次赶上直播 沙发上都没有小姐姐 你人品真的是好爆了 对 今天节目就没有小姐姐 好吗 救过来了 救过来了 对 已经康复了 应该问题不大了 对 但是有人形容说真的恐怖 有点像鬼上身的感觉 小白关注的是白色 什么烂七八糟的 鬼上身有点像中枪 不是 我跟你讲 就是说 说到这个话题啊 我忍不住多说两句 因为我给我的学生 是在课上 因为我给大家讲 那个新媒体的大课的时候呢 曾经做过这个分析 就是其实这几年啊 大家有时候会忽略 你去查一下 传统的传统媒体 但你还别盯着广电 就是事实上 尤其传统的纸媒体 比如说报纸啊 杂志什么的 经常会有 比如说主任啊 记者啊 主编啊 副主编等等 这样的人怎么能 猝死 就突然一下就过去了 这可是真事 但是我的分析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知道 一个行业在上升的时候 它在蓬勃发展的时候 其实人是累不死的 人是这种动物 是很奇怪的 它不那么容易累死 就只要它觉得越干 越有成果什么的 那爽呆了 但是当人付出了巨大努力 可是你所处的这个行业 对吧 还是在不断的萎缩 你的那个工作的空间 在不断的被压缩 这个时候 人的心态会失衡 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所以请恕我直言 我的一个预测是 就是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滑坡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将会一定会 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 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 突然间丧失意识的 这种情况 会有的 对吧 我也希望我们行业的 各位同学 各位同志们 你们能够做好 某种心理准备 自我进行调试才好 不然的话 好吧 我们这个就跳过去吧 那个动员 那位女生 对吧 去旅行 关于旅行的话题 就在25号下午的时候 北京朝阳区有一位杨先生 发布了一条微博 哇 立刻大家狂准不已 什么微博呢 是关于他儿子 写的一个东西 这个蛮有趣的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 这位杨先生说 之前答应孩子暑假 陪他去旅游 可是因为工作太忙 迟迟没有兑现 没想到他居然帮我 写了一张请假桥 让我转交给老板 还告诉我说 小明说 夏天不旅行的人是傻瓜 所以这假条 我是交呢 还是不交呢 这个杨先生的儿子 小杨同学 他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厉害了 请假条 假不会写 用拼音 爸爸的领导 领导也是拼 您好 暑假 暑假不会写 到了 小明跟他爸爸妈妈 出去旅游了 我也想出去玩 可是爸爸老说工作忙 能给我爸爸 能给我爸爸放几天假吗 小明说 夏天不旅行的人是傻瓜 请假人 杨乐乐 杨乐乐小朋友 这个写的 这是猛死人了 就是替他妈妈向领导来请假 而他里边写的一句特别逗 叫做小明说 夏天不旅行的人是傻瓜 来 各位 在线的网友 你们这个夏天 这个暑假 有没有去 有没有去旅游呢 对吧 不旅游的人 那是傻瓜呀 有网友询问说 杨乐乐不是汪涵的老婆吗 应该不是吧 因为汪涵的老婆 我觉得 他会请假 还需要那个 用拼一些 应该不是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 也叫杨乐乐的小朋友 那然后呢 这个特别萌的假条 现在在网上已经传开了 而且立刻就有许多好事者 对啊 纷纷的呢 就是来戏访 效仿 怎么样呢 就是来有点恶搞的意思 那冒出于老板 每天都在给别人放假 我也要给自己放假 小明说 夏天不旅行的人 是傻瓜 这是老板 下一位 这是一对小夫妻 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领导 结婚五年 我想去补过蜜月 小明说 夏天不旅行的人 是傻瓜 不就是想方设法 他要请假吗 最近领导接到假条 都变了格式了 老板连续加班一个月 我要带女朋友去旅游 小明说 夏天不旅行的人 是傻瓜 又是一个 想要对请假的人 这是母女两个 孩子希望暑假 带我去迪士尼 妈妈立刻说 主任请准假 我想带孩子去看看 小明说夏天不旅行的人 是傻瓜 还有这位 设计了20版 才过 我想请假 对 然后去嗨 小明说夏天不旅行的人 是傻瓜 虽然看了这么多 但是我完全并不感动 我并不觉得夏天不旅行的人 就是傻瓜 因为在这么热的夏天 非要出去旅行 我觉得那才是傻瓜 在40多度的情况 据说有的地方 恨不得地表温度达到六七十度 非要去旅行 我觉得是傻瓜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 我的这个有空调的书房 是吧 我和我的邻居们一起分享的这个房间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之所以最好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空调 我这条命 它就是空调给的呀 21点十分 各位正在收看的一件事 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作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 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比较特别 那就是我们家邻居吧 只有柯柯家在他的房间 然后小倩在加班 然后这个空姐在飞航班 然后柯柯家是小女生 我觉得今天有的话题并不适合她 有人讲到说 你的这条命是空姐给的 为什么说我的命是空姐给的呢 有人建议说去东北啊 东北凉快 后面的小姐姐没上班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下班状态 对人家偶尔对 因为这是公用的起居室 公用的书房 所以谁都可以来而已 东北也热 叫她出来都是为了她好 不行 我的命是爱斯曼姐姐给的 爱斯曼 爱斯曼在的地儿倒是凉快 兰州兰州现在不是很热 小白老师你的牛肉粒 哪买的呀 哪买的好吃啊 牛肉粒 你说牛肉干吗 牛肉干呢 一定要在四川 或者在重庆买 好久没有看到爱斯曼姐姐了 是啊 爱斯曼已经离开我们 不是 爱斯曼已经回家很长时间了 OK 说到牛肉干 稍等我片刻 提醒我了 你上次切的 那个是在超市 今天没有那个鲜牛肉 我就来点牛肉干吧 稍等 没事没事 你看就得出 好了 感谢提醒 这个对呀 我们一边跟大家聊 然后顺便吃点牛肉干 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 牛肉干不应该在那蒙古买吗 可是 哦 我这个是在重庆买的 重庆的牛肉干 非常好吃 这个叫做 好吃香牛肉干 丁丁香果汁 那个 在解放碑附近吧 有一个特别 就绕着圈的里边 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门帘 然后但是卖的这个牛肉干 极其的好吃 我吃遍了天下的牛肉干之后 觉得那是最好吃 有人建议我去青海避暑 良心 丁丁香 好久来到我大重庆 前段时间 五一的时候 去观光去了 老师 你吃得起神护牛肉吗 吃得起吃不起 白老师好 短讯班二组学生向你们好 同学们好 重庆江北的漂沃 你在北京吗 对 我现在在帝都 但是我现在 老师 初中第一次看你是在 初中看杂志天下 那个是江系卫视的节目 多年以前了 小白老师有孩子吗 没有 不过呢 我把我们邻居的 这几位女生 就当成自己的孩子 来照顾 就像有的网友形容的 有一种浓浓的 父爱的感觉 好了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 旅行的话题 说到这里 有许多人想出去旅行 不过要提醒 旅行也是有风险的 安全一定要在 第一位 小狗狗 不要调皮哦 叮 小白老师吃的啥 牛肉干 在刚才网友的建议之下 对吧 来一只包牛肉干 有人询问说 这是不是录播呀 哈士奇 答案是 你猜对了 这个就是录播的节目 我提前猜到 你会在录播里面提这个问题 所以 旅行 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我再次重申这一点 就是问题出在哪呢 日本 这个 这个就在这两天 网上传了一个事 有一位福建的女教师 她的名字叫做微秋节 去日本旅行 独自日本游 结果失踪了 现在已经失联好几天时间了 哎呀 这个让人担心啊 我怎么觉得 这就是这位福建女教师 很漂亮 微秋节 对吧 然后呢 问题是 她在那个 日本 渣黄的酒店里边 你看 她那个包裹还在那里 就等于是 包裹还在房间里边 但人 消失了 然后据说 这次视频拍到 她最后 就离开酒店时的情景 可以看到是一个 长发披肩 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就这样 消失在日本的悲害道 这是活见鬼了 这日本是怎么回事呢 对吧 就是那个 我要提醒 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呢 小资 或者说 对吧 非常喜欢 出去旅游旅游啊 我跟你们讲 全天下 都没有咱们天朝 这么安全的地方 就是出去的话 得多点心眼 就是 就是还是要小心一下 那个 外边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安全 你比如说 就比如说这个 日本 就像这位网友说的 岛国是越来越不安全了 真的是不太安全 我们来举个例子 说是啊 就在昨天 日本最热门这条社会新闻 你知道是什么吗 说出来都甚人 讲的是日本的宾库县 发生了一桩奇案 是怎么回事呢 说的是 宾库县有一名 20岁的女大学生 逼迫她的前男友 跟她复合 前男友不答应 然后这个日本的女大学生 一怒之下 就用35厘米的锤子 猛击她的前任的后脑勺 对 然后又掏出20厘米的尖刀 狂捅自己前男友的背部 捅了好几刀 最后呢 还补上了电击枪 啪啪啪啪啪 对 哎呀好凶残呀 听着都这么的恐怖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她男朋友一定是死于非命吧 还真不是 说这男朋友入院 已经确诊说10天时间 就可以康复 哎 你看这个 是吧 这是这个 到底是这个女大学生 下手太柔软呢 还是她那个前男友 实际上 她就是日本版的小强 根本就打不死打不烂的 对呀 但是整个过程 其实是相当的凶残了 很显然 这个日本女大学生 根本就是要 治自己的前男友 于死低呀 听着我都觉得寒得慌 嗯 有人请问说 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其实是超人呢 不知道 美国也不安全 对 张盈盈 前几天 对呀 就出去 其实是有问题 不过我倒想一下 以前我曾经听说过一件事 我不知道到底是真事 还是段子 说国内呀 国内有一位 那个女大学生是学医的 对 然后她男朋友劈腿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那男生还拉着她的心欢 天天在这女生面前在那炫耀 后来这女生忍无可忍 对 然后就在试探跟他们吵起来 然后这局面就失控了 说这女生 你们是学医的吗 蹭 拿出把手术刀 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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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避开了重要器官 男生呢 就是说瘦创面很大 血流不止 可是最后判定全都是轻伤 哎 好像国内有这么一端子 不过我估计呢 日本兵库这女大学生吧 没这本事 对 她是想治前男友与此地 但是 没成功 所以 所以就说一向以来吧 你都要 日本人 日本媒体 也包括一些亲日的 对吧 这个中国媒体 亲日的华人 包括一些公知等等 拼命塑造一个 日本各种好 简直像世外桃源一般 哎呦 又有工匠精神 又卫生 又整洁 又有礼貌 对吧 又有效率 特别和善 对吧 简直美好社会 就拼命地 给我们灌输这种念头 很多人信以为真 日本社会 真的是这么厉害吗 哎 今天呢 我就要让大家了解 日本的另外一面 另外什么面呢 我们要讲讲 日本的死宅 什么叫做 死宅呢 死宅呢 其实是一种 相当可怕的生物 它首先是在日本产生的 现在在中国一开始有了 对 然后呢 这个 在日本 其实有大量的 死宅一族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死宅的形象 他们是所谓的 御宅族的加强版 对 就是说 足不出户 不修边幅 不善言谈 沉迷于动漫 沉迷于电玩 对 然后沉迷于二次元等等 极端的孤僻 利己 对他人 漠不关心 我们今天说到这死宅 对 实际上是一个杀人凶手 那就是在2008年 日本 秋叶元杀人事件的凶手 他的名字叫做 家藤志大 就这个死宅 看上去相貌平平 很一般 是吧 结果他居然大白天的 杀死其人 杀伤食人 怎么这么有战斗力呢 这个死宅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这个死宅啊 你看小的时候 好像倒也还正常 父母管教很严 学习也很用功 可是后来出了个问题 能想什么问题吗 高考没考好 对 就本来他想考上那个 北海道大学 但是没考上 就搁在咱们这儿呢 那就是典型的这个 高考落榜生 但是这下坏了 就走上了死宅的道路 所以我在这里不得不提醒 就是我们的国内的广道网友 该高考的时候 还是要好好高考 努力呢 去上上大学 在考大学的时候呢 不妨读一下 小白老师撰写的 高考战斗手册 我又无耻的 为自己的书打广告了 但大家就是有用嘛 但是就是说呢 我们继续说 说这个日本死宅 这不是没有能够上大学吗 怎么办呢 他就去上了一个 就是按照咱们国内的说法 就是一中职 就是一技校 学气修 所以后来呢 就当了一个 对吧 在汽车厂 当了个修理工 然后在工厂里边 就非常的孤僻 对 然后在网络留言板 在BBS上 就抱怨说 自己交不到朋友 对吧 也交不到女朋友 曾经想过自杀 然后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 他说 他说我太丑了 他说连垃圾都比我有用 垃圾都还能够回收 你知道这个时候吧 其实这个死宅 他其实就有些不正常了 对吧 就是开始有危险倾向 那然后呢 出了件事 其实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2008年的6月5日 发生了件小事 就是他上班的时候 进入更衣室啊 发现自己的工作服务件了 就是他不是弃修工人嘛 他们弃修工人穿的都是这种 对不对 连裤的那种工作服务 然后也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 然后他呢 就就就就就觉得 嗯 是不是工厂想开除啊 一怒之下辞职 对 就是紧接着 他决定要发泄愤怒 他要杀人 他要引起世人的重视 到哪杀人 这位死宅 选择的是他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也是世界宅男的圣地所在 那就是日本中文的秋叶园 他要去秋叶园杀人 但他就是一个死宅啊 他怎么动手杀人呢 他还真是有条不紊的做了准备 先是去买了六把刀具 对外加皮手套 紧棍 然后呢 他就租了辆货车 就准备是撞人 撞完人的在砍人 就就就这个样子 对 但是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 他在六月八日早上啊 开始在网上 BBS开始发布预告 秋叶园杀人预告 对 他在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说 我要在秋叶园杀人 用汽车撞 车不能用之后用刀杀 再见了大家 然后过了一会儿 就就讲到说啊 就是曾经是大人眼中好孩子 交不到朋友等等 然后就时间到了出发吧 等等啊等等 哎 然后 十一点四十五分 抵达秋叶园 十二点十分 他发了最后一条叫做 到时间了 就这个是典型的 网络杀人预告啊 对啊 那可问题是 他的这个预告 无人理睬 对吧 无人问津 就等于是 他以前留言也是 根本就没有人跟帖 所以说真的 他自己说的没错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这个死宅 就是一个被遗忘的 那么一个 就彻底不存在的 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状态 所以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 他开始动手了 哎呀 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就是当时呢 是就开始 驾着卡车闯红灯 然后呢 是直接冲到行人区 对 当场撞倒 并且碾压 五名行人 其中三个死掉 两个伤了 对啊 但是这个时候 周围的行人 都以为是交通事故 就过来赶紧查看伤者 他手里拿着匕首跳出来 就开始砍人杀人 就当时乱套了 因为当时正好星期天嘛 行人很多 所以短短两分钟 他在七十米的范围内 一共刺中了十二个人 而且导致其中 四死八伤 顿时现场是一片血腥啊 这就是08年 发生在日本轰动一时的 秋叶园 死宅杀人案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里人毛骨损人 他这个这个 这个现场 很多人被砍翻在地 现场很恐怖 然后呢 警察赶到了 把他逼到一条小路里边了 对 然后说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这个死宅 最后是不是垂死挣扎 他是不是要跟那个警察玩命 他是不是要剖腹自尽呢 没有 他投降了 把刀一扔 我投降 好吧 对 就是这样 就是等于是 就这样轻松的 把他给抓获了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死宅 对 然后就给关起来了 那像这么严重的罪行 那肯定得中判了吧 还真是 就是说那个 法庭一审二审的 都是判家藤死刑 而且确定的 他也没什么精神障碍 是有完全的责任能力 可是 在日本执行死刑 是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所以直到今天 并没有执行死刑 所以这个 家藤这个死宅 继续在监狱里边 做他的死宅 对 做他的死宅 然后能够玩到最新款的游戏 二次元什么动画一样不少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就是说的 日本令人毛骨悚悚然的死宅 我要提醒的是 各位 在我们国内 现在也开始出现 大量的死宅 大家应该是 应该有所耳闻 而且说真的 正在看这个节目的许多人 只怕你们就是死宅 我其实怀疑 我已经是个死宅 对呀 那个 但是我们不能甘心就这样死在宅里 对 我们争取还是想方设法的 要能够活跃一些 不然的话 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要知道 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啊 因为在日本在发生的事情 是有可能在我们国内重演的 必须大家有提防才行 就在今天上午9点02分的时候 对 9点来中的时候 当时在武汉 有一名男子 他是因为工作矛盾 好像是因为 好像是因为他们单位 把他开除还是怎么样 就直接抡着菜刀砍人 然后呢 又开车撞人 你听着 这是不是很像这个日本死宅 的这样情况 据我所知 已经导致三民 三人死亡 四人受伤 后来是警方开枪 才把他给制服的 对呀 这个也甚至 怪不容易的 反正 大家留神吧 好歹让自己保持活着的状态 我其实上课的时候也对我的学生说 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人 你以为他还活着 其实他早就死了 我指的是精神上 对 他事实上是这个行尸走肉 就是他能吃饭 对 他知道饿 他能够动 然后有便宜就占 然后明白吧 但事实上这个人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感受里 就是他他不再有同情心 不再欢喜 兴奋 不再惊奇 不再好奇 实际上他心中是一片灰暗 对 麻木 仇恨 恐怖 等等 做人千万不要混到那个程度 那个就太可悲了 对吧 OK 好的 这位小全 他说在深圳就有很多的死宅 在哪个城市 都有那个死宅 死宅挺多的 一开始死宅是自愿的 觉得自己待着特别的安全 特别的爽 不受打扰 我跟你说待着待着 最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一定要想方设法的 不能待着 该出门出门 溜达 跑步 对呀 说真的你说那个暴走团有毛病吧 但是如果他们不到马路上走 我觉得挺好的 就让自己动起来 然后出去 这个见朋友 吃饭 约会 对吧 喝啤酒 撸串 那个约 约什么都行 就总是让自己活跃起来 有人说到 问题来了 死宅 情绪化是谁导致的 谁导致的 先等一下 这有一位网友在表白 说 舒娜 我爱你 舒娜同学 他也在看这个节目 全程在看后边的猪猪侠 猪猪侠也是不错的节目 OK 还有人想看清楚我这个后边的抱枕 话说这个抱枕倒是有来历的 这个抱枕呢 其实是曾经来过咱们节目的爱戏 他送给我的 这个枕头上面呢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他唯一在一头 大白狼 对一头大白狼的身边 对啊 这是爱惜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来话说爱惜同学好久没信了 呀 什么时候来北京啊 有人讲到说物质匮乏的年代可以消灭所有的死宅 哦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你要知道 比如说那个 就是大家比较穷的时候 吃不饱的时候 大家就不当死宅了 对啊 现在说穿了就是过得太舒服了 舒服到了大家都颓废了的程度 因为尤其是你知道生物里边 雄性动物天性都有这种泛滥的倾向 人类尤其如此 就一旦要是这个生活比较富裕了 这个雄性动物男人吧 就不努力了 舅舅颓废了 对 他什么时候特别精神 遇到危险的时候 对 遇到灾难的时候 一个个精神抖擞 对 生命力十足 可是说到底 我们不能为了培养男性的生命力 就把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现在这种富裕的愉快的生活 这有位网友说 林老师我喂完孩子就来看你了 欢迎这位母亲喂完孩子 好吧 这里有位网友 刚刚五沙被抢了 呵 古代的科举不也是一群死宅吗 不是 就这个死宅吧 它是这样的 现代的这种通讯技术吧 会使它产生那种幻觉 比如它能够通过互联网 好像和外部世界仅没连接 其实这是个幻觉 各位 事实上是这样的 就是永远要记得 只有真实见到的人 你能够摸到它 你能感受到 对吧 它头发的那种柔软 你能感受到 对它的那个 轻微扑出的气息 你能感受到 它皮肤的弹性 你能感受到 懂我意思吧 这个才叫做 OK 真正的这个 这种交往 好吧 刚才那网友 其实他是个父亲 在喂奶粉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妈妈的 妈妈也是可以喂奶粉的 OK 所以死宅这个事情 我其实是蛮担心的 我认为我们的生活中 将会迅速的出现 大量的死宅 以及有死宅 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这是必然的 至于如何对付 我认为我们整个社会 完全没有做好 任何的心理准备 所以接下来等着瞧 一定会乱套 但这事呢 我们先放下目标 对吧 咱们先说说别的事情 就是还是关于 日本这个国家 就是我认为 我们许多国人啊 对这个国家 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其实 其实日本不是那样 至少不是 大家想象那么 那么那么好 你比如说 有一位德国的摄影师 叫做迈克沃尔夫 他专门啊 搞什么摄影呢 他记录那个 东京地铁 就早晚高峰的时候 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就是挤地铁的日本人 对啊 你会感到 这就是一个 被挤得像相片一样 贴在窗户上的日本人 这是另外 这是一群日本人 你能感觉到吗 就他们的状态 其实很像是 僵尸 就是事实上精神 已经死亡了 就是虽然大家各种吹嘘 日本如何发达 如何文明高尚 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就这个国家吧 就是这个用力过猛 用力过度 所以他事实上 自己的国民吧 处在某种 接近于变态的边缘 所以呢 我必须提一句 因为昨天好像 那个金灿荣先生 有一讲座 网上 我觉得挺精彩的 他说的对 他又说到呢 就是日本吧 其实就是个小国 资源也匮乏 但他拼命的 在营造一个神话 什么神话 就是他把 他在大概一百年时间里 短暂的超越中国 给当成一个 好像是历史的病人 并且因此推导出来 就是他们的种族 更优 对 更优良等等 这特别扯淡 而且日本人 编出很多的神话 你比如说啊 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 崖山之后无中国 我跟你讲 这句话 就是日本人编出来的 为的是 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然后但是 我们有很多傻瓜 白痴脑残 就信冲冲的传这句话 哟 崖山之后无中国 等等等等 你应该 大家都应该想想 我们有没有 随大溜 然后犯傻 被日本人带着走 对 那事实上 日本它就是一个 先天不足的一个小国 资源匮乏 国土狭窄 而且说真的 他们这么拼命努力的半天 也注定是要被中国人民 给超越的 对吧 所以 所以我在这提的是 比如说 中国人 去这个 那个日本时候 要小心 比如说 大家是否听说了 就在 前不久 对吧 有一对中国的姊妹花 在日本 不幸遇害啊 是在日本神代川县 发现了他们的 尸体 遇害的时候的尸体 遇难的两姐妹 还都挺漂亮的 哎呀 可惜了可惜了 这怎么回事 这么 对吧 哎 no 哎 姐姐呢 25岁 叫陈宝兰 妹妹呢 22岁 叫陈宝珍 对呀 这个姐姐是09年呢 是以留学的身份 来到日本 然后今年3月毕业 在横滨的一家饮食店 打工 妹妹是12年 来到日本 然后呢 也在读书 两个人都是福建的 福清人 一直住在横滨 然后几年前呢 姐姐陈宝兰 在影视店打工的时候 遇到了 就是一个疑犯 叫做 延祁龙野 然后一来二去 两个人开始交往 延祁龙野 30多岁 无业 对 但是他组建了家庭 而且有子女 然后在婚外恋关系中 好像是因为产生了 金钱上的纠纷 最后凶手呢 就 就 开始作案 把这姐儿俩 都给杀了 哎 这个这个这个 太 嗯 他里人愤怒了 我们来也来看一下 就是日本媒体 对这一事件 这个凶案的相关的报道 横浜市の石崎警察署から 検察に送られた男 この時点での逮捕容疑は 住居侵入などだったが 今日になり 死体液器で再逮捕された 横浜市の岩崎達也容疑者 39歳 7日頃から13日頃にかけ 神奈川県秦野市の山中で 犯行に及んだとされる 遺体は2人 中国人姉妹で25歳の陳宝蘭さんと 22歳の宝珍さんが スーツケースに入れられていた 岩崎容疑者は姉の宝蘭さんが勤める 飲食店の客でした 遺体発見の1週間ほど前 姉妹が暮らしている横浜市のマンションに 侵入したとされています 警察によれば マンションにはまず 姉の宝蘭さんが入り その後 岩崎容疑者 そして妹の宝珍さんが入ったという 岩崎容疑者は当初はリュックを背負っていたが 出るときはスーツケースを手にしていたとされる 岩崎容疑者は事件前 暗証番号を打ち込んで 姉妹のマンションに出入りしていたといいます さらに姉妹の部屋に入る際には 鍵を使っていたとみられます 岩崎容疑者は当初 姉妹から依頼を受け 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たように装い 連れ出したとしていた その後 黙秘に転じている 小説の中の筋書きのような 風に感じ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って はい はい 好吧 これは 提が醒 大家出去可以 要高度的注意人身安全 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太平 包括许多传说非常美好的外部世界 其实有时候也挺舍的 所以说真的 嗯 嗯 这个是有佛跳墙吗 啊 这个 我没注意到 谢谢 这是谁送的呀 快 哪位好心人告诉我 这是哪位好汉送的佛跳墙呢 我要跟大家一起 抢一下这个竹子 嗯 主播看得见 我播看得见 是不是校长No.1送的呀 谢谢 Thank you 果然是校长 校长No.1 嗯 不愧是校长啊 这是了不起 啊 挺好 我是老师 然后呢 校长给我送礼 这个这倒也合适 嗯 现在的时间呢 是21点38分 今天是2017年的7月27日星期四 各位正在收看的依然是小白老师为你现场直播的小白合作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播出 那么今天呢 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 就在刚才就在我信冲冲的这个介绍日本发生的这个糟糕的严重的案件的时候 好像有一位校长No.1然后呢送上了一个佛跳墙 啊哈 所以感谢校长No.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那个 有网友还在询问说今天怎么没有见到小姐姐 小姐姐 有一位小姐姐在飞航班 有一位小姐姐在加班 有一位小姐姐 小姐姐的妹妹 对吧 小妹妹 在她自己的房间 就是我觉得有些话题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让小女生来来加入进来呢 是吧 就咱们咱们自己愉快的聊一下 得了 欢迎现场的两万六千将近两万七千位网友 欢迎你们的到来 嗯哼 然后现在呢倒计时还有不到三十秒呢 大家可以来抢一下 这个佛跳墙将会导致的喷发的一大波的竹子 我也要跟你们一块抢一下 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我自己也能够抢上一波 准备了 倒计时 15秒了 老铁没毛病 来波6 嗯 6 5 4 3 2 1 走 冰 好遗憾 你目有重奖 哎呀 我们看到有一大批的朋友运气好 抢了一大堆的竹子 对 但有很多人 现在都满平的都在说 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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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有一回被大家带的误以为真的是假墙呢 对啊 但是我现在了解了 这个就是真墙 你看看 我自己并没有抢到竹子 但是我就不说这个是假墙 对吗 对啊 就是说这个人还是要实时求是嘛 大家都假墙 假墙的 那还有人 还有谁来会来送真墙呢 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 对吧 慷慨的 这个校长 No.1 大好人一个 谢谢 好了 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就是关于日本的话题 暂时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换个地方 关注一下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事情 马来西亚 说的是 就在这个 7月24号的时候 有四名男子 四名盗贼 来到了马来西亚 沙兰市的一家金店 准备抢劫 想抢黄金 然后呢 有一个头戴摩托车头盔 那么一个主 抡起锤子 就奔着那玻璃 呱呱砸 黄金就在里面 玻璃纹丝不动 然后旁边通口一看 赶紧拿着锤子也上来砸 居然就砸不开 特别坚硬的玻璃 说这一段视频呢 是被那个金店的监控 给拍下来 结果上传的网上 巨火无比 我们跟着一起来 欣赏一下 这个现在目前已经 文明世界的四大蠢贼 中文明世界的形象 有维持人物 我们下落入转户 我们下落入转户 的影响 我们下落入转户 是 这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京殿的一起结案 这个还真是挺传奇的 真是四大蠢贼 然后立刻就产生一个疑问 许多的中国网友纷纷询问 说这个玻璃这么结实 会不会是made in china 是不是中国造的玻璃 而这四个笨蛋 你知道最后就是说警方宣布他们是什么罪 是破坏罪 身为劫匪 最后是被以破坏罪来起诉 这个就太lowball了 是吧 而那个玻璃呢 我其实觉得 小白老师表妹好可爱 有微博吗 我表妹是吧 我表妹还得参加艺考呢 现在还什么微博之类的 就就就放一边吧 有人询问说 这是不是玻璃广告啊 还真像是玻璃广告 这玻璃广告做的好 防弹玻璃广告 但是呢我真心猜吧 这玻璃很有可能 就是咱们中国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曾经有一次 我们有机会领教我中国造的玻璃 有多么的强大 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当时还是央视的一个节目哟 对啊 当时是要冲击吉尼斯世界记录 说有一个老外 新西兰人 专门嘛 就可以穿着橄榄球服 把那玻璃呱呱呱呱撞碎 他之前创造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连续撞碎了15块玻璃 然后来到中国 然后咱们给他准备了17块 意思就是说 那你多撞两块 就破世界记录 请问他怎么着 这个钢化玻璃是中国产的 然后那哥们愣是就撞不过去 哇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美妙的中国玻璃广告时间 这个其实画面多少点尴尬 愤怒的小鸟吗 这位正在撞玻璃的硬汉 真不是在发泄愤怒 来自西西兰的卤本 居然连续撞碎15块 面对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 他的挑战还能成功吗 今天由于这个项目 场地需要比较大 所以我们为书本在我们的场外 安排了一个 可以做这个项目的地方 黄伟 现在我前方 一共17面玻璃摆好了 之前的记录 15块钢化玻璃 刚才书本已经说了 今天他要挑战的是 17块钢化玻璃 每一块钢化玻璃 厚度5毫米 每两块钢化玻璃之间的距离 三米 而我们的挑战选手 穿越两面玻璃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20秒 一切准备就绪 下面就要看 我们的挑战选手 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观众朋友们 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请出我们的挑战选手 Rubo Rubo Yay Here's the starting line Now everybody's watching you Okay Good job Come on Hurry up 各位女生们先生们现在 挑战者Ruban已经做好了准备 吉尼斯基督任整官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睁大你们的眼睛 挑战就要开始了 Ruban Ruban在吼响 Ruban Go Ruban开始了 第一面 第一面就要撞过去 可能因为天气太冷了 这个玻璃硬度发生了变化 我们经常讲的开门红 但Ruban还开门并不是很好 因为玻璃撞三次四次了 What's the matter 有什么问题了 Oh my god 第五次撞击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除了准备之息 就是任何关系 Ruban本人也撞到了 Ruban正在积蓄力量 我们来看一下 哇 他也开始用头了 刚刚我们发现 他是用手部 开始来积打 Ruban简单过来 Ruban说玻璃没有任何问题 他现在没有想到 中国的高化玻璃 质量竟然这么的好 太硬了 对啊 哇 黄伟你必须要告诉我 你这玻璃哪儿买的 哇 你现在玻璃是了 现在我们看看 这是第二十秒的时间 如果二十秒时间 不能超过第二十秒 他现在只有二十秒 OK Aman is counting the time Oh my god Ruban 时间是两面玻璃之间 只能用二十秒钟 但现在已经超过了二十秒 所以Ruban挑战失败 I don't understand in my country I...I... Do you understand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Ruben Sorry Sorry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Ruban为我们中国的 钢化玻璃做的这个 非常棒的广告 这个这个 哈哈哈哈 在我的国家 玻璃都是非常容易撞碎的 对 但是在在中国 这是什么玻璃啊 然后一开始呢 主持人还想给他找折 说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 所以导致印度发生变化 什么烂八糟的 对啊 卡了 不是吧 又卡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现在老出现这种奇葩的 卡屏的状态呢 呃 啥都没看见 得 那个 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啊 视频都没有看到是吧 就是 我来跟你们描述一下吧 就是那个 央视呢 搞了一个说 我们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然后那个来自新西兰的Ruban 他在新西兰之后 叭叭叭叭叭 撞碎15块玻璃 然后在这呢 用中国的钢化玻璃 准备17块 然后各种给他鼓励 然后这个玩 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 死都撞过去 最后直接用头盔 叭叭 这才总算撞碎一面玻璃 但是然后就再也过不了第二面玻璃 然后这哥们气得半死 说 in my country 在我的国家 呃 呃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于是有失败的 就这样子 再看一遍 算了吧 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经常会出现这种奇葩的卡屏的状态 OK 那这样 我再给大家放另外一个视频吧 好不好 就是这个 那个没有 咱们试试这个 嗯 这个呢 是某国 你知道 这是干典型的经典的尴尬场面 某国军人啊 在阅兵的时候 说是他们表演的功夫 就是那个什么 类似于胸口碎大石之类的 可是有个东西他们睡不了 一起来看一下 我待会会检查一下 万一要是别全屏就好了 不要全屏 你们确定吗 呃 我其实也觉得刚才那个蛮精彩的 就是如果不给你们看的话 怪可惜的 让我试试重新打开一遍 好吧 狗 试一试 嗯 这个视频叫做吉尼斯钢化玻璃 是我在网上搜出来的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么不好放 我再试一次啊 各位 哦 火箭鬼 有广告 稍微 稍微熬片刻 稍微熬片刻 哦 烦啊 话说最近已经连续出过大概三次四次 就这种卡屏的情况 我也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 对啊 好了 我再来一遍 看看大家是否能够看得见 我们再试一次啊 笨怒的小鸟吗 哦 这位正在撞玻璃的硬汉 真不是在发现 来 我先检验一下 各位 就说你们到底是 现在是能看见 还是看不见 不要全屏 好的 现在是可以了 对吧 OK OK 那我就接着放了啊 嗯哼 好 我们 走着 哦 对 还是要回到那个页面去 这个叫做最尴尬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走你 愤怒 来自新西兰的卤粉 居然连续撞碎15块 面对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 他的挑战还能成功吗 今天呢 由于这个项目 呃 场地需要比较大 是 所以我们为Rubin在我们的 场外 安排了一个 可以做这个项目的地方 黄伟 现在我前方 一共17面玻璃摆好了 之前的记录 15块钢化玻璃 刚才Rubin已经说了 今天他要挑战的是 17块钢化玻璃 每一块钢化玻璃 厚度 5毫米 每两块钢化玻璃之间的距离 3米 而我们的挑战选手 穿越两面玻璃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20秒 一切准备就绪 下面就要看 我们的挑战选手 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观众朋友们 用你们的掌声 和欢呼声 请出我们的挑战选手 Rubin Rubin 3, 2, 1, GO! Rubin開始了,大家! 第一面,第一面就要撞過去 可能因為天氣太冷了 這個玻璃硬度發生了變化 我們經常講的開門紅 但Rubin開門並不是很好 第一面玻璃撞三次,四次了 What's the matter? 有什麼問題了? Oh my god! 第五次撞擊 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除了僅僅持續努力的努力 Rubin本人的努力 Rubin正在積蓄力量 我們來看一下 哇! 他也開始用頭了 剛剛我們發現他是用手部 開始用頭了 Rubin簡單玻璃 Rubin說玻璃沒有任何問題 他現在沒有想到 中國的高化玻璃 質量居然這麼的好 太硬了 哇! 黃偉,你必須要告訴我 你的玻璃哪兒買的 哇!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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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20秒時間不能超過 第二面玻璃 他現在只有20秒 OK Amanda is counting the time Oh my god Rubin 時間是兩面玻璃 時間只能用20秒鐘 但現在已經超過了20秒 所以Rubin挑戰失敗 I don't understand in my country I Do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哈哈 好吧 這邊我想大家應該可以看到了吧 對呀 我覺得還是蠻精彩 對呀 這個就尷尬了 你以為你是三娃呀 鐵頭娃 對 有種很痛的感覺 就是說呢 鬧了半天 以前一個就是撞玻璃 是因為他們國家的玻璃 那個比較脆 對 然後咱們中國製造的玻璃吧 是真正的鋼化玻璃 對呀 厲害了厲害了 OK 好吧 這個呢 是用小窗放的 這個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夠看得清楚呢 OK 好了 我們有網友形容說 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 看上去是挺痛的 教他做人 但這個項目以後鬧不好取消了 只要用的是中國造的玻璃 就沒得撞了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有趣的東西 OK 這是某國的軍人 我放一下 然後檢驗一下 因為我希望儘量的大家 大家能夠 能看到 嗯哼 嗯 嗯 這個 大家是能看到嗎 我不放心 我得先問一下你們各位 對 就是那個 要是不能看不到的話 我就停 能看到嗎 嗯 能聽 可以 是能看到嗎 OK 那我回家 我回家 很精彩 很有趣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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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军人的装扮似乎不是很像印度 我实话实说 对啊 我觉得看上去有点像是 比如说你要非说像哪个 我都觉得可能更像巴基斯坦 或者说更像伊朗那边的感觉 所以但是我确实没有查到他的那个 因为网上都在传说这是印度 印度那个三哥出洋相 但是咱们要实事求是 反正我觉得印度的军服不是这样 是伊朗嘛 都有点像伊朗吧 对啊 但是呢 这个场面是够尴尬 那花瓶你怎么都剃不碎 对 闹得好又是made in china 对啊 所以以后世界上 凡是哪些想要对吧 碎碎碎碎那个闪闪的那些事情 都不能够用中国话了 这个这个没有办法了 现在时间是21点58分 各位正在收看的依然是小白老师今天单口 对吧 单枪匹马主持的小白合作日记 那然后呢这个我们虽然已经马上到10点 可是我们要说的话题还没有说完 接下来我们把观众的目光 头像小白你是不是很早以前在夜线 是啊 那时候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曾经呢在央视法制频道有个节目叫做夜线 在那主持过节目 有人说巴基斯坦是黄种人 谢谢 严格的说巴基斯坦人不能算黄种人 大家在这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 OK 好吧 巴铁 好了 我们还是说说印度吧 好吧 说说印度什么呢 说说印度的小伎俩 说这个印度军人呢非法越界进入我国动朗地区 导致中国和印度已经对峙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现在中方的表态是汉山翼汉解放军囊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印度你老老实实赶紧走退出去 可是呢 有些印度媒体不甘心 那有本杂志叫做今日印度 India Today 它又发布了最新的一期杂志封面 这个上面使用的中国版图 但是蛮过犯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实际上是让人有点恼火 它在这个中国版图里边吧 它其实是把我们的西藏 还有我们的台湾全都给删掉了 就这么一个杂志封面 对啊 然后号称这个杂志封面出来之后吧 还什么得到了这个什么美国的一个设计奖 就意思说 哎呀你设计封面好高级呀 好厉害呀等等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叫做中国的新的小鸡 就是它把这个旁边绿色这个是巴基斯坦 给刻画成一只小鸡 这只小鸡一步一去一步一去的跟在中国 对吧 这只大鸡后面 对 但是你会看到它这个版图里边 明显实际上是在巴我们的西藏 还有台湾都没有了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事一出来之后呢 还专门就有记者去 对吧 向那个外交部 对 发言人提问 然后外交部发言人提问 说这种小伎俩你还认真对待吗 下一个问题 哦 这个回答很好 非常到位 而且我觉得印度这个就是 就这真是太太小伎俩了 对 让人有点瞧不起 而且他这种画法画 他难道不会得罪越南吗 你看这个鸡爪子的这种画法 对吧 这种画法 一定是把越南人给气坏了 我们又不想要那个越南那部分 所以这就是印度人自作聪明 话说也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糊涂成这个样子 直接销 这位网友建议就是直接销 其实对他们直接销是一个蛮好的办法 我们下面关注的是印度陆军的副总参谋长 那么他在25号就有一个表态 就说到印度军工实在太差劲 甚至还不如巴基斯坦 这是印度的陆军的副总参谋长 这回突然之间大概是被逼急了 实话实说 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军事工业 在中国的帮助之下 其实发展的怪不错的 的确是强于印度 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有趣的是很多外国的网友 纷纷at中国 说中国对此有什么评价呀 对吧 中国你们有看到吗 我们看到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并不是特别的稀奇 说到印度军工 我就忍不住的 忍不住的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来 就是印度国防工业 曾经生产制造一种自行火炮 就这种石弩 命名叫做石弩自行火炮 对 大家看这自行火炮 是不是有点奇怪 奇怪在哪呢 就是这种炮吧 它上面有个凉棚 大家有看到吗 上面搭了一个小棚 对吧 对 这个太有意思了 而且据我所知 其实这个炮上面所有的零件 基本上都是搏来瓶 对 这上面最印度国产化的 恰巧还就是这个凉棚 对 你说你一个火炮 对 设计来设计去 设计搭一小棚 对啊 为什么 怕晒 怕军人晒黑 就是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 你要只是为了防雨的话 你干嘛就直接打把伞不得得了吗 对啊 就反正挺奇怪的 这是我见过的最奇特 最奇葩的一种 有人说这是孙悟空搭个凉棚 看得远 对啊 就是这个棚的意义是什么 我真的相信 我不太相信 它们只是为了防晒 防雨 一个自行火炮 对吧 你的国产化部件 就是造一凉棚 怕下雨 怕晒着 怕战场上中暑 这都是什么呀 有人把它命名为 敞篷跑毯 怕晒黑 不是印度人的皮肤已经那样 还有必要怕黑吗 所以 挺奇怪 你与其造这么一凉棚 多花不少钱 你还不如给士兵 你多发点这个 发点这个防晒霜也行啊 有网友说可以上厕所 在这个自行火炮上上厕所 这也不太好吧 反正 反正这就是印度的这个 军事工业创造的奇迹 我要讲到的是另外 就是印度的军工干的奇葩的事情 说是这个几年前 应该是11年的时候 当时印度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 猎豹号核潜艇 这个核潜艇攻击力是非常强的 然后当时出来一个有趣的事 就是印度派了一带堆的海军官兵 去学习开潜艇 要把这潜艇开回印度 结果学了半天学不会 对开不回来 然后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印度这个军方就指责说 俄罗斯教的不认真 然后俄罗斯方面指责说 印度这些学不会太笨 对吧 不好好学 结果这潜艇生势又在这个俄罗斯 多呆了半年多时间 这个成了世界海军史上一大笑话 对 这核潜艇还罢了 你知道更牛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因为印度自己造潜艇 那是不灵的 所以它其实啊 瞧这艘潜艇 哎哟 这潜艇怎么这得应 这怎么这么吓人呢 嘿嘿 这就是印度应该算是最有名的一艘潜艇 叫做星度拉克沙克号潜艇 这艘潜艇呢 其实也是从俄罗斯买回来的 对 花了大笔的银子 然后买的这个 这是常规动力潜艇 结果买回来之后 停在军港上 哎 然后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呢 说是啊 大半夜的 大晚上的 对 舰上呢 就是人也不算特别多 然后呢 说他们想学习 小细小细练一下 练没关系 你就拿着这个笔或者摁就是 你不能把电源打开啊 他就自己把电源打开了 打开之后 还有一哥们直接按了导弹发射 你停在港口 你搞什么导弹发射 结果发射出去两枚 一枚呢 是打中了军港的墙壁 砰 把墙给打塌了 好吧 这是他的第一个战果 第二枚 没打出去 等于就在这个潜艇里边 就直接炸了 结果怎么样呢 沉没 18名官兵死于非敏 死翘翘 就这样子 结果这艘潜艇 算是创造了奇迹 他是 他号称是第一艘 就是用潜射导弹 击沉潜艇的潜艇 同时也是第一艘 被潜射导弹 击沉的潜艇 就他创造了这样的世界第一 你说这不就是笑吗 但是就是因为 就是买的十分贵嘛 所以就是说还得打捞上来 费了好大劲 那我打捞上来 最后说花了八千万美元 还是修不好 最后怎么办呢 在不久以前 说是把这个潜艇 就当成靶船给打沉了 沉到大海底下去了 你说这不是爆铁天雾吗 对吧 你说这简直就是 自杀也没有这样自杀的 有人说这是第一艘自己 击沉自己潜艇 对对对对 他是第一艘自己 把自己击沉的潜艇 这就是当时他爆炸的场面 对对 你说人家俄罗斯造的潜艇 这么好 被他们给整成这德行样 对对 我去 这是 哎 网友 这位网友说 好一个集体自杀 另外一位说 你说你当个景点 收费也行啊 对呀 您就在上面再修一大的凉棚 对呀 您说您就放在那展览 肯定我们都乐意去看 不是挺好的嘛 对所以 有人说这个就是人傻潜艇 对对对对 这就是基洛夫潜艇 很棒的攻击潜艇 就被他们这么给玩残了 对呀 现在成了靶船被打沉 有病啊 这时候潜艇 招你们印度 惹你们印度 欠你们印度了 对 到你这儿来好好的 然后你自己把它集沉 还要当成靶船 最后到底还是给打沉 你们什么意思啊 怎么又这样人 你把它卖废铁也成啊 没智了 有网友说 其实把它可以作为安全教育基地 还有人说感觉像一个大厕所 对呀 就是你实在不行 你就做改成厕所 因为印度实际上是很缺厕所的一个地方啊 干嘛要这样子呢 对呀 对呀 打沉了 现在已经给给击沉了 就是彻底的沉到海底去了 当厕所都当不成了 简直啊 哎呀 这都是潜艇 就这位说的 潜艇不要面子啊 潜艇说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对呀 哦 这是击落 对 击落636 没错 好吧 关于这时候倒霉的潜艇 我暂且先说到这里 我还没说完呢 就是那个 这不是印度最近很很冲很横 对吧 跟中国叫板怎么怎么地的 我们就不说他的那粮盆 不说他的这个潜艇啊 我们就说说 其实现在印度国内啊 也开始就是这个飞翼四起 印度国内已经有媒体在质疑 就这个印度总理 莫迪人民党 说你们对吧 在挑衅中国之前 你们到底想清楚了没有 哎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啊 对呀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就是你们是认真的吗 这个是咱们人民解放军的装扎旅 在高原上正在进行演习 你知道咱们现在研制的一种轻型坦克 非常适合高原作战呢 同时我要提醒的是 在印度方面集结的那些山地作战部队 其实主要都是 还是全都是步兵 这是咱们的解放军在高原上军演 就是说真的 印度有认真想好吗 我其实是深度怀疑 所以印度媒体的质疑说 说那个 当我们告诉中国说 今天的印度与1962年的印度已经不同 我们这么开口说之前 应该想想我们拥有怎样的武装 说真的印度究竟拥有怎样的武装 别的我不提 潜艇它也开不到喜马拉雅山 对吧 关键是现在印度全国库存的弹药 只够它打10天的 这么一种备战情况 还在那 对吧 那么奇葩的非要挑衅 这什么意思啊 都就是 你是觉得世界上潜艇都是属于那种 对吧 应该被击沉 世界上火炮都是要搭凉棚 就是这个 所以呢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要把一首印度神曲 送给各位网友 也要送给三哥 因为我觉得这首神曲呢就是 你要知道我们要承认印度保莱坞的歌舞片 真的是非常棒 对是营造了梦幻的感觉 我就觉得吧 我们许多事情要跟别人比 但主要要在什么 基础工业 要在科技方面 至于说足球不如人家 算了 不如就不如吧 对 因为踢足球看球是很浪费时间的 那然后我们歌舞片不如人家 不如就不如吧 因为低影工业太发达 那就是造梦能力过强 造梦能力过强一定会把人催眠 催眠的结果人会变啥变糊涂 对吧 所以我们愉快的看看他们的神曲 看看他们歌舞片 然后愉快的享受我们的生活 然后同时呢大家看最后这个印度神曲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今天我独自的来主持这个节目 把小姐姐小妹妹全都给轰走了 这个是有原因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这首印度神曲 我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说是不是大家都能够 能够看到 对 要测试一下 就这个 是这个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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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那个 喂 喂 各位 我们我们要先测试一下 就是这个 你们刚才能看到这个视频吗 全屏能够看清楚吗 对 我一定要搞清楚才敢往下面继续播放 看得到 可以看到是吧 OK了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吧 一起来欣赏这首美妙的印度神曲 送给各位网友 也送给三哥他们自己 真是一首非常棒的神曲 从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Muchhe Dil Will Lako Tera Beba Ai Ka Da Jeeva Lyrical King I'm the One The Ace The Only I'm the King Kiddi Aile Kiddi Gajile Kiddi Aile Pabaw Kiddi Goyile Kiddi Aile Kiddi Gajile Sabko Lagtahe Hameech Pahile Sabko Lagtahe Hameech Pahile Sabko Lagtahe Hameech Pahile Sabkehde Hai Mere Mehbuba Tera Aakho Me Meera Dil Duba Tera Aakho Me Meera Dil Duba Aakho One more time Slah Makyai people That's a Sling à big boy 哟哟哟哟 哟哟哟 好了好了好了 看来就是咱们这个 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印度神曲 我觉得呢其实很有特色 对我希望大家 本着这个健康的 欢乐的精神来 好了 这是今天 我们在本周的 最后一期节目的最后 对吧 来播放一首印度神曲 我就说呢 话说阿森他还是 三哥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对啊 有精彩的地方 对所以 我们不妨与他们同乐 也愿他们在这种欢乐中 对吧 那种自我陶醉 然后感觉良好 我们也很开心哦 对所以 老白刚刚校长No.1说 想听你喊麦了 我要把这个印度神曲 对吧 将来好好学一学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值得这个 说真的 人家的这个歌舞确实精彩 但是我们祝愿他们 把更多的心思 更多的这种才华 对吧 精力全都放到这些歌舞片上去 很好 对 我们专心的 智智的搞我们的建设 对 然后将来看谁更厉害 OK就这样哦 所以那个话说到现在 我们节目的时间 真的应该到了 现在已经是22点16分 那么 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 然后感谢各位网友 愉快地给我送了很多的竹子 在节目最后的时候 用一大波的竹子 对吧 来为我送行吧 再次感谢今天送出了 这个佛跳墙的 我们的校长No.1 大好人一个 谢谢 这里有网友说 你猜谢娜看到这神曲会笑吗 那要看杰哥 给不给他看了 是吧 这引我猜器 不会发现 ình记给相关 好的 就伍 performs отд人 INFORM 太南 超умoz 不像 spoh 不谢谢 你眩 你摆 你拆 你花 你之前 不得 我等 媚 你 我 好 这里有位网友说 今年考上中传了 这是谁啊 考到哪个系了 是不是武器学院啊 然后呢 谢谢各位网友 在最后时段送上的竹子 非常感谢 然后那个 这里有人说 又是一个死宅 节目的最后 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是死宅的话 尽量不要真的死翘翘 对吧 尽量还让自己保持点 那个生命力 保持点活跃度 然后呢 这周的节目就这样 节目结束之后 马上会进入到重播 然后一直要过这个周末 周末呢 我打算改变自己死来的状态 要出去旅游 我打算也许去青岛 去海边 什么什么之类的地儿 然后下周 二三四的晚上 我们依然是不见不散 然后有些朋友 想见小姐姐 你们就等到下周再来见 再来看我们的节目就好了 谢谢各位 然后欢迎大家 关注下我们的节目 关注下我的微博 临终白朗 然后祝大家 提前祝大家明天周末快乐 今天节目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